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的追求都不一样 她的眼界开阔 感情经历也要丰富些 当然她考量男人的标准也会提高 如果你只想花点小钱 就把她追到手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太多的事实都在证明 聊中年女人 花钱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有一点手段和技巧 才能是半功倍 男人想要追求中年女人 首先得了解她需要什么 在她这个年龄阶段 什么才是她最看重的 聊中年女人 一定不能用 聊年轻小女生的那些套路 礼物和鲜花公式 只能打动那些没见过世面 没尝过情爱滋味的单纯女生 人到中年的女人 什么样的套路没见过 所以你得多花点心思 有时候心思巧一点 有技巧才能真正打动中年女人的心 那么人到中年的女人 谈爱情的时候到底在追求什么 两个女人说出了心里话 邀王莉莉38岁 未婚 她必须真心对我好 王莉莉现在是某家公司的中层领导 她从22岁大学毕业 就一直在公司里工作 为公司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她的人脉 眼界 格局也与一般的女性不一样 工作上的事情 她游刃有余 可是在情感问题上 她始终还没有真的安定下来 像她这样的单身女性 按理说不愁嫁 可是王莉莉至今未嫁 也没有稳定关系的对象 她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在大学的时候 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以及30岁的时候 她都谈过恋爱 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那么她真正失败的原因是 那些被她放弃的男人 到底输在了哪里 王莉莉自己也谈到过 年轻的时候追求浪漫 觉得只要对方长相帅气 经常给她制造小惊喜 她就觉得这是爱情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 要找一个结婚的人 需要对方成熟睿智 三观一致 这样才能长久 久而久之 她的择偶标准越来越高 对男人的要求 不仅停留于表面 要求男人要得才兼备 王莉莉现在38岁了 现在很难遇见 让她心动的男人 她坦言 我现在也有经济能力 如果男人想用钱来打动我 我可能很难动心 我需要看到她的稳重 善良 她能够真心地对我好 我才会接受她 所以说追求中年女人 不是靠花点钱 给她一点小恩小惠的 而是要真正让她看到你的真心 看到你的能力和优良品质 人到中年的女人 渴望稳定地生活 而极度地稳定 只能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才能带给她 要想让女人看到 你踏实可靠的一面 在平常的相处中 你就要多关心她 不需要极致的浪漫 只需要日常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关心 就足够了 二张燕 43岁 离异 我想要一个顾家的男人 中年离异的女人 可能对待感情 都是心如死灰了 很难再激起她爱情的欲望 如果说男人想追求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动之以情 绝不是花点钱就能打动她的 张燕前两年结束了她20年的婚姻 虽说不是两败俱伤 但也受伤颇深 她结婚很早 前夫是她的初恋 大学一毕业 两人就计划领证 结婚生子 一切都顺理成章 婚后两个人欲有地儿一女 婚姻生活 虽然平平淡淡 却也没有任何的大风大浪 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 可是从女儿儿子高考后 丈夫突然变得不爱回家 老是说在外面应酬 见客户陪朋友 说自己就住在公司 时间久了 张燕也察觉到了异样 她开始留心丈夫的举动 有一次她发现丈夫 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言语温柔暧昧 一定是在和一个女人打电话 后来丈夫表现得更明显了 直接就是不理会张燕 也不管家里的任何事情 最后张燕爆发了 两个人立马去民政局离婚 中年离异的张燕 不再相信爱情 更不相信婚姻 她觉得自己勤勤恳恳20年 为前夫生儿育女 照顾家庭 到头来被抛弃 一无所有 但是时间长了 她也感受到了孤独无助 孩子不在身边 平时有个事情 都是自己在承担 张燕确实也很累 想找个人温暖一下内心 她现在想过了 如果再找 她一定要找一个老师 诚恳的男人 那种油腔滑调 喜欢社交的男人 她首先排除 对方一定要是个顾家的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心思的男人 所以男人别以为 给女人花点钱 制造点惊喜 女人就会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 特别是中年女人 她的感情观 早就发生了变化 她要考量的是你的人品道德 是否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都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中年女人渴望得到的 无非是一个愿意把她 把家庭放在心上 愿意花时间去彼此陪伴的男人 很多男人都不明白 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无论她看起来想要什么 她想要的 终归只有两样东西 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 尤其是人到中年的女人 对安全感和稳定感 是有其渴望的 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再对症下药 才能得到是半功倍的效果 聊中年女人 光花钱没用 你必须得知她懂她 她需要的 不是你为她买礼物 花点小钱那种暂时的开心 她需要的是你的责任心 敢担当 为人善良 真诚 能够顾家 如果你有 你可以将这些优点展现给她 如果你没有 你最好让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样才能真正打动她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